全面真人系列自2000年发行幕府将军一代开始 相继推出了中世纪一二、罗马一二、拿破仑、阿提拉 再到近期的战锤一二和爆火的全面真人三国等 总计12款正作 再加上3款全面真人传奇一共15部作品 在战争策略游戏没落的时代里 全面真人努力扛起了半边天 而最近上线的竞技场是全面真人系列第一款网游 在保留了全战战术内科的前提下 重点突出了玩家和玩家之间的PVP交锋 虽然说全面真人系列自带PVP网站 但毕竟要先买个游戏门槛较高 而网游化就去除了这个门槛 不过门槛没了 类似于战争雷霆的解锁线也就来了 玩家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最喜欢的将领 比如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凯撒大帝 温泉关的主角斯巴大国王列奥尼达 数次击溃罗马军团的满足领袖阿米尼乌斯 当代战略之父迦太基的汉尼拔等等 每个将领都有属于自己的三个技能 那么这三个技能的话就决定了这个将领 他更加适合带什么样的部队 比如这里选择的是罗马帝国曾经击败汉尼拔的猛人 大齐皮蛾 他就非常适合带骑兵 他的第一个技能的话就是战神之怒 可以替代骑兵部队自带的一个冲锋技能 大幅度提高移动速度 加速度 还有这个冲击伤害 这就是一名的骑兵的话 也主要是靠这个冲锋吃饭的 如果你不用冲锋技能的话 你的骑兵冲到别人身上的话 几乎是没有感觉 而一旦开了冲锋技能冲到别人脸上的话 那个伤害简直就是爆炸级别 一波冲锋冲完之后 再配合第二个技能战吼 进一步降低周围敌的近战防御和士气 迅速将敌人打崩 如果说你一波冲锋冲上去效果不太好 陷入敖战 或者说你被其他的骑兵抄了屁股的话 那么第三个技能的话就派上用场了 忠诚誓言 降低我们的移动速度 但是提高我们的冲锋偏转近战防御和士气 主要的是提高防御和士气 给我们友军过来支援的话 提供了时间 那么我目前的主战兵种的话 是罗马帝国的七级骑兵 军团骑兵 那么说到骑兵的话 基本上我们罗马帝国的骑兵 是全麦系里面最晚解锁的了 我们来到五级才能解锁 不过四级有一个金币骑兵 金币骑兵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有一个T机 冲到人群之后的话 再配合一个T机可以造成爆炸伤害 像我们这些罗马的正规军的话 反而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猛烈攻击 当然这个东西也还可以 是提高近战伤害的 然后像稍微高级一点 还可以再解锁一个技能 就是气势 自家近战伤害和近战防御 每一个兵种的话 还可以花费自由经验点 来升级装备 如果说你要在某个等级 疯狂耕耘的话 你就把它等级升满 获得最强的属性 如果说你只想跳过某个等级的部队的话 你可以直接走必要路线 升出你下一级所需的装备 然后解锁下一级部队 也就可以了 那么刚刚说到我们罗马的话 是五级才能解锁骑兵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希腊 希腊它这里的骑兵的话 就是三级就可以解锁了 看到没有 迪比斯骑兵 功名骑兵 伙伴骑兵 精锐伙伴骑兵 艾格玛骑兵 近战骑兵 皇家骑兵 希腊 铁甲骑兵 一个比一个凶狠 对不对 那么像我们这个蛮族的话 你看它一级就可以解锁骑兵了 不过由于是初级骑兵 所以说整体看起来 这个非常的脆弱 但是八块副击 是真的很强野 那么加带姬的话 它的骑兵也是五级解锁的 但是五级它同时 也可以解锁这个相兵 金币相兵 那么这金币相兵的话 它只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战吼 一个是重踏 但这个六级相兵 那就是质变了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践踏技能 再往后的话 还有凯甲战相 牙刃战相 等等等等 在这个游戏里面 战相真的是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存在 它非常的克制步兵 而步兵的话 是站点的主力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敌方有战相 你没有战相 或者说敌方战相 并战相强的话 你这个点 想光靠步兵的话 拿下来是非常难的 那么想要克制战相 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就需要用到这个歇弩 或者说是这个头枪不对 那么歇弩的话 我们回到罗马帝国这里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条线 战场工程师 手持弩炮 黄蜂弩炮 这个游戏里的弩炮 如果你用的好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强 往高处一架 射这个相兵 三轮一头大象 就这么夸张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的大象的话 是一对一头 所以说你最多就三头大象 那懂这意思吧 所以说的话 它杀你真的非常快 而且如果说你要用骑兵力超它的话 它还可以带这个路障 还可以带这个巨马 还可以带这个铁吉利 打上去的话也非常的困难 如果说对方会晚一点 找个队友 拉一对步兵在旁边 或者说他自己带两对弩撤一对步兵 然后进行防御的话 你也很难打进去 而且就算你运气特别好 敌方在周围的话 没有放任何的防御设施 也没有防御步兵 但是他只要站在一面墙的面前 在你冲过去之前五秒钟 他按那个撤退按钮 就可以在你冲到他脸上之前 瞬间回到他的老家 而你的骑兵会撞在墙上 撞死一大片 我的天哪 他这个撤退按钮真的太硬霸了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消 但线路这个东西 如果说是不会玩 或者说被对方凤狂针对的话 就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来 只要歇怒发挥不出作用来 我们的战相的话 就真的是战场一霸 步兵骑兵 我们基本上完全可以无视 攻击手授我们也不痛 还会造成大量的误伤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这个步兵了 我们看一下 像我们这个罗马步兵 步足步兵大队 后背预备兵 青年兵 壮年兵 罗马军乱大队 首席军乱大队 同盟精锐步兵 留任老兵大队 宫廷卫队 下面还有一套分支 重甲罗马军团 栗战军团 英奇大队 禁卫军团大队 精锐禁卫军团 那么这些步兵的话 都有这个罗马部队 这个必有的一些技能 你比方说 重型投枪 就是步兵进来之前 先给你投上一轮枪 像我们之前玩 罗马二全面阵阵的时候 这些部队的话 大概也就投出那么一轮枪 对不对 但是这个竞技场就不一样了 都是玩家控制的 这个策略性 自由度非常的高 所以说的话 他可能会不停的骚你 你知道吧 就不停的给你投枪 骑兵如果你遇到 会玩的步兵的话 你正面想上 那是不可能的 你撞不动他 如果你想从背后上 他会瞬间回头 然后给你来上一轮投枪 然后你又要撤 对不对 你只有在敌方接敌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背撞一下 还有很多的技能 可以供你选择 比方说你步兵 要打冲锋的话 可以选择冲锋送队 打防御的话 可以选择防御模式 打志愿的话 可以选择竖起英奇 再配合你消耗瓶里面的 步兵路障 或者说是步兵木装 这个木装就是我说的巨马 有了这个巨马的话 步兵的背后 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大家知道吧 你可以选择 把它放在泡兵旁边 为他守护后停 你自然也可以 把它放在自己的身后 为自己守护后停 正面的话 举顿顶着 后面的话 有这个巨马架着 那么骑兵也不太敢 轻易的冲你的后方 正面又冲不动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干的这支步兵的话 要么用这个镰刀步兵 上去直接砍 要么就要靠巷兵践踏 要么就要靠这个仙奴 或者说投射机的器械了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都需要特别针对的 如果说没有特别针对的话 那就步兵最高嘛 那这个可以把点 守下来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希腊这里的兵种 希腊这里的这个骑兵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方阵枪兵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游戏里面是有方阵枪兵的 方阵枪兵的话 是可以开这个阵型的 正面我可以直接说无敌 正面基本上是无敌的 但是他这个开阵型需要时间 完了之后的话 这个转向速度也特别慢 所以说一旦被背袭的话 会特别难受 需要这个队友的配合 而且的话 对方如果远程射你的话 自然也会非常难受 那么这攻击手的话 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感觉的话 稍微有点尴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攻击手 他的伤害手现在不是很高 如果你要打出高伤害的话 必须要背射敌人 而且是敌人不怎么动的情况下 因为你这个剑飞的比较慢 可能会射空 射空的话 很可能就射到自己人身上去了 对吧 还可以 但是需要敌方这个体位进行配合 对吧 而且他非常的依赖于输出环境 必须得也没有人干扰他才行 如果说敌方的骑兵 老是来干扰你的话 你就必须要队友来配合你进行防御 如果队友不管你 敌方骑兵发现你一波 一个冲锋 你就7,8,10,5,6,10的血就没了 好的 说了那么多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实际的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玩上一把骑兵 给大家展示一下 骑兵在游戏里面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橡兵加战熬 我去把他战熬弄 这个步兵怎么 别跟着我一起走 把战熬弄了 你这个战熬和橡兵一起走 我是没想到的 别射了大哥 别射了 太射了 我要把我动没了 防御全开 还射呢 哥哥 不是你是傻吗 好了好了好了 战熬我处理完毕了 没人战熬的话 那我们龚兵手就可以稳定的输出这个大象 不过要光靠供电手 光靠供电手收的大象有点太慢了 这边有块没了 可以的 这个毕竟是头毛 上下就是比供电高多了 这里可以冲一下 虽然说不是背后 侧面冲一下 快点把他打动 同志们给把力 早点把这个A点拿下 我们去支援中央了 我人间在中间 还行吧 还行吧 这把开起来算比较顺利 左路 左路有点打不过 对左路有点弱 没关系 三路拿两路 又是战熬 怎么回事今天啊 我跟战熬有缘 我跟战熬有缘 再把这位演手处理一下 没撞过去 不过影响不大 一号二号过去 别射了 别射了 别射了大哥 别射了 别射了 但是我要没了 人家把他当下杀了 把他当下杀了 我们骑兵就不要去凑这个 战上的热闹了 家里面又复活出来的几对骑兵 再见 告辞 告辞 来来 我们先进他们家看一下 来骑兵了 来骑兵了 先不急 他这边招了一些弓炼手 把骑兵灭了 但是我现在背后有敌方弓箭手 那我有点伤了 这个对冲我冲赢了 但是后面有弓箭手射击的话就很难受 人家直接去他们的那个点 人家直接去他们那个点 让他别射我了 对对对直接去他们那个 刷兵点 他这一直被射我难受死了 小心战相啊人家 三打一 速杀他的战相 你可千万别被对方战相速杀了 人家你真是属于三打五啊 你很危险我跟你说 我暂时管不了那么多 先来正面 把这个重甲的罗马军团 灭了 这波打应该没问题 这样的话可以把C点保下来 至于老家能打下来的话呢 不奢求 老家估计是打不下来的 人家战相马就要死了 三打一看能不能在死之前打掉一头 我估计人家估计要付出三头战相的这个代价 盖掉比方一头 果然 不过也还行了 重甲的罗马军团 真的是硬啊 被这么多部队围在里面一顿爆锤 士气依然坚挺 这里有一波骑兵 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看这个游戏里面的话 像一波把敌方的士气打崩的话 比较困难 尤其是像橡兵这种部队 像我们罗马2乃至于战权2 里面的橡兵的话 一旦被敌人包围 然后被远程射击的话 很快是一走崩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话 这个士气基本上是不动的 就橡兵的士气基本上不动的 你只有把他打死才行 像刚刚那个人间 就是被人家活生生打死的 而不是士气崩溃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核心的话 还是围绕在这个打伤害上面 好 这波冲锋应该也是我冲赢了 三队有点危险 开防 秒了一队 残了两队 还行还行还行 家里面这波果然是没打下来 这也很正常 如果说一波就能把家推下来 只能说敌人太弱了 先让他们步兵刚起来 先让步兵刚起来 然后我们骑兵穿上过去 这些大象可能会刚我这个骑兵 没关系 什么都不管 直接穿过去 好 降低别人的进防 士气 增加我们的伤害 增加我们的防御 这边几波应该能打过吗 哪怕他有橡兵 橡兵杀我们骑兵效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冲垮他的步兵应该是没问题 A点的话有人间的橡兵 橡兵冲进这攻击手群里面然后 冲撞一下踩一脚 好对方拉走了 不过拉走的话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法输出了 也算是达成目标 一队这个战敖还铺我们的后排去了 和我们的标箱兵和攻击手去了 那咱们这里的话 想冲攻击手再攻击手溜过去了 溜到我们后面来了估计要备射我们 那咱们就只能先冲一下这个罗马中装步兵了 这波伤害是非常足的 咱们这次部队已经满级了 满级的话有75%的一个加成优势 特别恐怖 三级的话也有40% 好的 本场的话 我这里是击溃了1000的敌兵 然后人家这个橡兵的话 因为是扛线的 伤害好像并不是很高 这个橡兵伤害高不高 主要取决于对方的步兵有多少 还有地图的大小 地图越小步兵越多 橡兵越强伤害越高 不然的话 橡兵很尴尬的 竟然会容易被人家溜 那么既然提到了橡兵 就给大家来演示一把 充分发挥我们橡兵的捣乱能力 再踩一脚 往外连往外连 踩完之后 把敌人踩倒之后 一定要撵过去 伤害的话是非常高的 是一个小技巧 另外一队我们把这队给撞一下 这里又来了一帮步兵可以 这把敌人远程不多 而且没有集合我 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现在橡兵感觉发挥着跟骑兵一样的作用 追着敌方的远程跑 人群之中一脚 放错相了 撵出来撵出来撵出来 虽然血不多了 但只要撵出来 就不亏 那边的大象好像卡住了 你们看到没有 好像是卡在那某个 某个树前面 可以很舒服 眼过来 向后一嗓子 将一波士气 想跑也跑不掉 因为我们还有减速的能力 开个枪军过来 哇 我们目前分数还落后啊 这么夸张啊 人间在哪呢 人间 在1点 不应该啊 怎么会分数还落后呢 我看一下啊 A点我们是拿着的 C点我们也是拿着的 那怎么会分数比他们低呢 应该是这个点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拿下来 虽然说我们打赢了 但是点没有完全拿 我这边死的头像 这都杀不过来的吗 不应该啊 我看一下 哦是1点丢了 人间在1点旁边 这里应该也能打赢 那还行啊 哦这个C点 离他们老家 这么这么近是吧 先溜一手 先溜一手 我们让一个残血的大象回去 把我那个大象拉出来 把我死大象拉出来 留一个大象 我们守在这边 全走了我这边 对哦 那我大象跑不掉的 他给我减速了 我跑不掉的 尽可能的尽可能的多杀一点这个C点旁边的敌人 我们C点复活点还去着那么多人呢 好我们队友的骑兵来了可以 把这个远程又超一下远程了 哦不是远程刚刚是我的是只是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步兵的那个头毛而已 罗马赵琳兵的这个头毛而已那还行 没有全远程的话我上边其实不是很虚的 还敢打我们这个复活点啊 疯了吧 这把队友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我主要是对面 这个没有反制我这个象兵的手段啊这把所以我这把象兵感觉有点无敌 真的感觉我感觉我这个象兵有点无敌对吧 他们没有先弩 没有太多的那个 头枪 有了有了有攻击手了 但是也只是攻击手而已 不是我们不是很痛 往外走见他一下 咱们这场的象兵真的 真的起飞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起飞 我居然还有人伤害比我高啊我这个有点狠啊这小伙伴 不是伤害他那个击溃敌击数量比我高 伤害还是我不高 踩一下踩一下 好的 应该可以直扑大赢了 哎 什么 可能这个一点架了歇弩什么的把我们弄了 只有这个解释了 死了没还没死 啊死了死了终于死了 死了的话呢我们还是在C点复活吧 我看一下这个一点 一点的部队全撤了我们去C点 复活 我敌人这个骑兵把我们家后排抄得跟傻子一样啊 他肯定不会跟我打的 但凡有点脑子不会跟我打 那咱们家目前就没有人呀 他们如果直接出 果然 抄我们家了 强人就回家 人家你去他们家 我来守家 这边应该有一坨有一坨兵 然后这波骑兵的话随时也可以去我们家里面 来了来了 我们之前推他们家的不得被反推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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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步兵而已我上面随随便便就把他撸了 A点A点肯定要丢 那个骑兵不见了肯定要去一点了 但是我跟人间都是两项鸣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哦战狼来了在这了 这里面战狼好像特别猛啊 虽然我没用过这个游戏里面战狼 但是 几场对着下来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战狼很强 A点果然要丢 A点果然要丢 不过虽然我们看穿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乱用啊 C点也丢 我天有点狠 烧脸 敲过去敲过去 人家你的橡兵到了吗 人家这个橡兵 人家把这弓箭手踩了 把他逼走也行 别让他在后面射你了 你捞一只橡兵去把它弄了 他这个步兵打我这橡兵这么痛吗 不是有歇弩了 有歇弩了 他们家后山有歇弩 我就说不可能打我那么痛 好 又拳一个 鲜弩杀相兵真的太快了 这把大象真的是有点舒服 对方除了后面掏出来的鲜弩之外的话 步兵被我们大象属于是顽客 属于是顽客 还是蛮舒服 看一下分数 我们998鸡鬼体军 差一点点上到1000 人间是407 人间在边路 他那边部队没有我们秘 站到左上海300千 300千应该是30万的伤害 我这对橡兵在敌方的步兵群里面 至少洗了60%的时间 才洗到30万伤害 他的步兵硬砍砍了38万的伤害 离谱离谱离谱 骑兵和橡兵全部给大家演示过 那么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头枪部队 这个部队用的好的话 伤害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对这边进行被射 但是后面还有弓箭手 如果没有骑兵去切弓箭手的话 我们稍微射两轮 他应该就会往上退 然后我们设成为他远 怎么这么多掉线呢 全掉了 我第一次见到一队人掉一半的 牛皮牛皮 这就有意思了呀 这他只掉了一半人 一半人被托管了 出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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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局只能进人士听天命了 舍不到吗 这地方设计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没办法 没有更好的位置 左路还能顶 左路还能顶 这里有个备射机会 好 不是很完美的备射机会 哎呦 弓箭手在射我了 他们的弓箭手发现了我 在这个位置 哪里没用呢 你这个射不到我太多了 我照样可以打出我的伤害 只不过我需要运动一下 我最爱从里面上去 但是他有弓箭手在上面我上不去 哎呀在这地方不能射了 在这地方我被射 我这个射到自己人的几率太高了 我得上去 但是弓箭手又一直在射我 很烦 先帮忙把这队打掉 把这队解放出来 给我三轮的机会 我可以打崩这队 我们这边已经有五队人被托管了 哎呀我天哪 这个就不用射了 射残敌人就不用再射了 让他又不能有作用 又补不了血啊 这是最爽的 咱们C点拿下来了 这刚好 这就不射了 这就不射了 射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里面有弓箭手 有步兵 我去把这步兵干了 弓箭手有步兵追着砍 有大汉的人追着砍 可以 你怎么回事年轻人 给个视野 好 这还有弓箭手啊 把它干了 留一队 先来一轮 再来一轮 再来一轮 三轮爆发 哎哎这什么东西 加太极方阵 在秒了 加太极正照兵 骑兵来了 救命啊救命啊 躲一下 走的太慢了 我问题不大 也就是掉那么半条而已 来开我 先跟他高 开我来跟他高 不要先入近战 骑兵的这个位置比较高 按理来说他应该是 应该是不会太多的误伤了 相当于我没有一队这个毛 一队这个头枪换了一队骑兵 不是很赚 你在干嘛 没有上去近战了 搞定 我得回去补给一下才行 看一下补给点 有点太远了 我看一下正面啊 这个正面感觉有点不行 我这波过去很可能白给 没办法 正面步兵太少了 还可以还可以 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 我把这个先打了 来了来了 都来了 把技能用了 尽可能带走一队 这种顶着盾往我们 往我们脸上 糊的就没办法了 这队应该能带他接近我直接把他干了 有没有队友过来帮一下 骑兵来了 那没办法了 那这只能捐 只能捐 有骑兵在我不可能跑掉了 他如果不冲我的话 我也许还可以抢救一下 他来了 没冲是吧 没冲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没冲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你没有冲锋的话你打我不痛的 开我来 这么几个骑兵想靠马蹄踹死我 想多了吧 想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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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锋开加都跑 跑 还行还行还行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回头射 这堆送给你了 开我来跟他高 剩下一堆肉 死 也要从你身上耗下一块肉了 先来一轮 再来一轮 开我戒 我戒 再射 再往后改一点 再射 队友来了 如果这队能不死的话我就让他去后面 这个 好我这队部队也拉出来 应该死不了了应该死不了 嘿小伙子啊 反杀成功 那这队我们去后面补一下 那这边补一下 只剩最后一队了 骑兵又来了骑兵又特别来了 躲到大汉怀里 好他没冲我可以 我这个位置完美啊 来来来先随便抛射一轮 再随便射一轮 这个位置随便射了啊 我甚至都不需要被射了 人太多了 不过还是被射一下 这个射击速度太慢了 随便射一轮 哎哎别冲我哥别冲我 对对对别冲我 尽可能的尽可能被射 对方也不傻 对方也拉一只不定出来 跟我们这个正面高 甚至还想射我 很机智 很机智啊 然后我们只能稍微往后退一下 看看这支部队到家了没有 快到了 快到了 赶紧把另外两支部队拉出来 咱们一支部队的话的输出太乏力了 输出太乏力了 原子弹 好的 两队齐全拉出来 还射我 还射我 攻击手好烦 这个队友 攻击手 就盯着我射了是吧 就盯着我射了是吧 果然啊 就盯着我射 那我暂时躲一下 等这边的两队过了 这个地点一定要拿下 然后我们从树林子里面 他现在没有视野 他开了那个技能应该是 那个技能是最快没有视野 可以射得到那个技能 有点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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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硬跑 我现在上有点亏 因为我射成圆圆圆圆圆 赢了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很可惜 中后段的话呢 我们只有一两队这个 毛兵啊 伤害没有拉满 我们这边 五个AI 五个AI垫底 我们打赢了 你们看到没有 我五个AI打赢了 对面十个玩家 一个AI都没有 我们第一名是一个弓箭手啊 我这弓箭手玩的可以的 这弓箭手打了这个 800多的这个击溃敌军 咱们打的是781 他伤害打的是21万 咱们打了18万6 这弓箭手玩的可以的 奇兵象兵和远程部队的话 就给大家演示完毕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游戏 怎么样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游戏 我几天玩下来的话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 他可能是为了降低游戏难度吧 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控制三对兵 手上的部队太少 力量太弱的话呢 你这个操作上限的话 就不太高 玩家的话玩起来就比较憋屈 尤其是你的这个队友 不太给力的时候 你想去力挽狂澜 但是的话呢 手上的部队又不够多 很难去做到这一点 真的游戏体验有的时候 真的非常差 不过呢 这个也可以理解 还是那句话 因为是个网络游戏 门槛不能太高 对吧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分成一个 5v5的匹配和10v10的匹配 这个高阶玩家的话 可以进入5v5 每个人控制6对兵 同样是30打30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有效提高 全面战争老玩家的这个游戏体验 不过呢竞技场虽然说还有一些问题啊 但是呢它在战争策略竞技网游这个门类里面 可以说是独树一致的 既有科技术提作单位的网游玩法 又融合了MOBA加RTS的细腻操作 总体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大家看起来 如果觉得游戏不错的话呢 可以下载游戏啊 自己体验一番 游戏目前的话呢 已经是洗赢了布山党啊 所以说的话呢 大家可以尽情的在游戏里面 总恒 驰骋 嗯